好 剩一点时间 我们开始说下一个 叫组件的生存周期 其实如果学过view的话 view里面有八个点 记得吧 就是create mount 还有destroy 还有一个叫update 对吧 然后有一个就是一前一后 一共四个 四乘二 那么react要比它少 比它少呢 其实来讲也确实是 view里面那八个 你去看 你通常也用不全 对吧 那么组件的生存周期里面 一般是mount update和unmount 就这么三个 然后呢 它的mount update 和unmount的话呢 那么它也有相应的 勾字函数 就是component well mount component did mount well mount是说 它将要mount 在mount以前 它调你一下 调完了以后 然后它开始运行 那个mount的过程 就是把它 就是把它整个加载进去 然后呢 第一的mount是整个加载完了 mount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它去调用 告诉你 这个时间点可以去调用 component well update和did update 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有东西更新的话 它也是调well update 和did update 那么我们来写一个程序 来试一下 好吧 那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试一下 006 把这仨烤过来 这仨烤过来 然后把这个烤过来 然后开始写 class SampiE Extend React Dir Component constructor PLPS Super PLPS 大家会看到 有时我会有一些 原来写CXC++的一些动作 就是这个大括号 会啪 啪到底下去 这个CXC++是这么写的 但是 从Java以后好多行文的结构都变了 也不知道这个变完了以后有啥用啊 反正就是 就是一批新上来的程序员 非常看不惯这种老式的写法 这个挺奇怪的 反正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呢 A1 A1还加吗 等会我先看一下A用不用 A有可能不用 OK 好 那么Render这个地方呢 我们 Retrain 这个还有假 还有假 我们要把那个 因为它要动那什么 ThisDirState 等于把刚才那个写一遍 A1 A1 然后呢 然后呢 Fn 第4.setState 第4.state.a 加1 差点就写一份号上去 好吧 然后return这个地方呢 这个 这个呢 还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就是a等于大块 第4.state.a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input input type等于button value等于 加1 然后onclick 等于一个 第4.fn.bund this ok 啊 没有div concdiv 然后底下 就是这个写完了以后 写一个整的吧 react dom 第2.render cmpe 然后这是 document 这个可以连起来写啊 getelement ment by id abc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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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载到abcmpe 这个地方 啊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 对不对啊 有没有错 诶 warning onclick 啊 我的脑袋又抽掉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几个地方打几行log出来 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什么时候调用constructor 我们其实没告诉过大家 在这儿 它运行这个的时候 就是calling con struck 好 这里是fn fn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底下我们来看几个钩子函数的位置 是con 直接在这写 它是component 就像一个普通的函数一样 但是它是钩子 也就是在系统中其实定义了它 所以你定义了一样的以后 那么它在这个时候 它就会回掉这个钩子函数 这是component 是well mount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在只在里面打一个console.log 叫well mount 然后这儿一个component d的mont 好 console.log d的 什么问题 对吧 OK 第三个是 哦 这儿 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能写大写 应该是小写 component 变好 ify DLog 是D的Update 其实来讲这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函数是怎么调用的 那该什么顺序 好 在开始的时候会调用构造函数 没错吧 这个是在系统启动运行的时候 那么运行完了以后 它有一个wellmount和D的mount 因为来讲在这个一过程中 首先它要创造出来这个 react 就是要创造出来这个东西 CMP1 这是一个react element 它要先创造它 它创造它的时候就会调用这个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被处置化 处置化以后 这是它mountwellmount 然后调deatmount 这两个函数依次被调用 调完了以后 我们看 如果我们点这个加 wellupdate和deatupdate会被调用 wellupdate是在这个东西 update之前 而deatupdate是在这个东西 update之后 ok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高次函数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拿一个例子来说 这个update这个东西怎么使 在什么情况下会使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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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